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持平都觉得一样是大目的 加油不得不拼对不对 是的 播讲的拼命呢 这个演艺圈哪个人拍戏不拼命啊看一下 自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夏洛特烦恼之后 又一部由开心麻花团队打造的喜剧电影修修了铁拳 现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尽管又是一部爆笑的喜剧 但拍摄电影过程当中 几位主演可是吃了不少苦 因为之前是因为要演夏洛特烦恼之后 反正里面一个大车嘛 所以大车当时代表跟我说 说你至少要充肥20斤 大概比赛180斤起库以前 你演大车这样的时候 后来当时就比较胖了 还没胖 因为两个车要远兇去全球 然后所以我就显得因为几百年车 压力很大的 他那段时间要节食 要减肥 在这个时候他还要去练拳 所以每天我都怕他那个抑郁症 我就安慰他 我说要我偷人一点手指 我不行不行 所以我偷吃 然后导演被动 这边艾伦变身拳击手又节食又训练 那边搭档玛丽也一点都不轻松 当天现场导演就跟媒体爆料称 为了让电影能够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玛丽在片场就算生病 也坚持不用替身 其中有一场水下戏 也让不会游泳的他连着拍了快二十条 最后直接给呛哭了 真的太难了 因为当我一下水的时候 这个耳鼻子还有嘴巴 全部往里放水 然后我们两个人还要讲究这个拍镜头的鼻梗 然后他手里面还拉着两个 可以 因为我要带水泥 你要沉下去 当时是有点恐惧的 但是一出来之后看了回放 当再看到片子的时候 就会觉得那个时候什么都是值得的 的确 只有为一部戏真正努力不出过 那么最后的成果才会是有价值的 好